Li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立陶宛人 那這場比賽是雙TC比賽地圖 那一開始大家都有兩個TC開局 那每個TC都有三隻村民 跟一般的阿拉伯比賽一樣 就是有這個三村民可以開局的模式 但不同於是兩個TC都有大量的資源 什麼山路啊 果子 金礦啊 就跟一般阿拉伯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差別就是雙TC喔 空起來特別的痛苦 很忙啊 空起來真的是很忙的那種 所以玩起來比較甚至是有挑戰性的 因為你要在這邊趕路的同時 你要先趕一邊路還是兩邊一起趕 還是另外一邊趕路直接去打雷 這些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 那看一下藍方法蘭克 藍方法蘭克裹得是很快 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那起兵有這個20%的加成 那法蘭克基本上 弓箭不太能打之外 其他東西都能打 而且也有這個火槍兵可以玩 還有止斧兵可以多選擇 所以法蘭克算是一個不差的文明 好 再來看一下立陶宛 立陶宛最大的特色就是他這個 列提斯 列提斯這個單位只要沒減一個聖物 傷害就會越來越高 最高可以加4攻 所以立陶宛本身 算是比較進階的馬國 像你可能法蘭克玩得很熟悉的玩家 可以來挑戰一下 來下這個立陶宛 絕對會讓你大開眼界這個文明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立陶宛的 如果想要打一個上限騎兵的話 立陶宛絕對是首險 他的上限實在太高了 但下限也是很低啊 就是新手來玩的話 這個上下限真的會很高 發展能操作的東西太多了 好 那立陶宛的話他還有一個優勢 就一開始這個肉會加150肉 所以有些地圖上 會像打海圖的時候 立陶宛也是一個選擇的標的 因為你只要一開始多人去伐木 一開始多150肉不斷村 先伐木的話 就可以提早去蓋這個漁港 來到一個前期的經濟優勢戰 那立陶宛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毛兵跟長槍兵 的移動速度增加私核勝的效果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比較容易打出一個優勢出來 還有利用自己的垃圾兵的機動性 去壓制地圖 然後打出這個聖物的一個優勢 那到聖物時代的話 就回到生旅喔 去各種幹遺跡 一直幹一直爽 遺跡幹光光的話 那個立陶宛的奇兵喔 烈提斯喔 3塊就直接起飛了 好 那來看一下法蘭克這邊選擇 目前兩邊已經26吋 30吋了 那這邊是上TC的關係喔 如果沒意外的話 36吋或38吋左右的時候 會點下鋒墊時代 那再快一點的話 就是34吋點 但是34吋點好像有點太早 好 那目前啊 差不多了 兩邊的一個選擇 都是沒有趕路的 因為我想這個趕路也是 手術會有點忙 而且這路有點多 喔 還不如直接去插模仿 欸但是這邊羊沒有碳光啊 唉呀這邊碳圖出現了一點小失誤 這裡有四隻羊喔 哇 有兩隻被對手 西托 法國高手西托 直接拿到邊邊 讓對手找不到 那看起來法蘭克也沒有很執著 要去找羊的意思喔 已經在探查對手家裡了 兩隻伺候已經蠢蠢欲動 感覺喔 是要去抓村民了 那目前看起來塔套的一個套路喔 算是比較正常的 並沒有太特別的一個開局方式 但是雙TC的版本喔 就是會比較建議喔 直接直成喔 如果你要打封建的話也是可以喔 但是就是你要很小心喔 不能兵出太多 讓自己太晚上城堡時代 因為雙TC的版本喔 很容易可以直成成功的 失敗率沒那麼高 只要自己不要做出傻事喔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有趣的是喔 這個雙TC的話 封建時代點下去 就知道這個村民 還是可以繼續按 所以如果這個P數 點下去封建時代的話 那這邊直成就不可能 這邊就一定是去吃鹿啊 或者是去吃果子 撒田啊 之類的 那看起來兩邊都是打封建時代 好 兩隻刺猴純純欲動 因為只要一上封建的話 其實這個刺猴就可以加2攻 這樣就有10攻的傷害喔 要打村民的話 其實傷害還蠻高的 但是如果村民群聚的話 反擊刺猴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就來看一下這邊刺猴會怎麼做一個 counter了 這邊刺猴也在落 好 兩邊多在看 看哪裡可以打 黃金蛙有點多 好 立陶宛這邊 欸這邊 快要城堡時代 這個肉怎麼那麼多 OK 直成沒問題 馬舅 兵工廠 比較標準的一個直成的方式 變雙TC 直成來說是比較簡單一點 好 這邊兩隻刺頭果然打不到任何東西 只能被勸退 兩隻刺頭也不敢上去打 很怕 這裡村民太多 OK 吃馬舅 下 兵工廠在這裡 城堡時代點下 立陶宛這邊稍微有點優勢在 法蘭克這邊肉有點不太夠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剛羊找不到的關係 鹿也太晚吃喔 所以導致這邊 跳城堡時代有點跳樓了 跳不上去 跳不上去的話先點這個輪走技術也是可以的 要讓自己上車堡賽這段時間經濟再更好一點 那這邊如果法蘭克上不去的話可能要開始灑田了 有在灑了 畢竟法蘭克的農田科技是免費的 提早灑田也沒什麼太大的劣勢 趕快確保這個肉量能飆起來 飆不起來的話真的會被鴨子打 有點慘 OK 長長兵出來防守 這次長長兵也出來了 但是馬修這邊屬下第二個 看來獵蹄是不會直上 可是會先打這個馬修 騎士 這邊石頭有消費掉喔 這邊直接蓋大石牆 看來這邊是要直接拉到底的 這樣子啦 不過這邊直接再拉一條出來 那他應該是要往好 守候下左邊這個部分 讓這邊變成一個孤島 喔 孤城 然後右邊喔 當作自己的主要Tc位置 左邊這邊地方就發展重經濟 這邊立陶宛已經想好了 自己該怎麼做 這裡有石頭被村民圍毆 直接下馬 好 法蘭克這時候已經下了城堡實彈 但這個時間已經差了快兩分鐘 那立陶宛可以用這兩分鐘的優勢 去撿遺跡或是直接大馬 包一波都沒有問題 還是開Tc也可以喔 但目前是上Tc的情況下 Tc應該不會再這麼早開了 二級伐木早點點下才比較穩定一點 好 騎士開始爆 然後存個175木 去按這個修道院 試一下Tc 都可以 因為會怎麼打呢 但這邊Tc石頭可能不太夠 應該是會先下去的道院 然後去挖石頭 這個做法更合理一點 或是先再灑一圈田喔 因為這邊肉全部都吃完了 田要開始灑了 好 這裡兩隻石頭 差點抓到這隻村民 但這裡早就有長窗民在做準備了 那隻騎士過來 直接被戳了一下 沒有做直接反擊 回頭打一下之後 但是血量已經掉得非常的多 哇 直接戳死了一隻騎士 很傷 好 沒有關係 但這邊趕快把這個躲起來 但這果子剩下三個 快吃完了 這果子要小心一點喔 隨時都會有個 後力血被 做出來 好 再馬上補一個木牆 沒問題 好 防守的還算是比較穩定的 好 這時候 法蘭克已經出了一隻肉麻 好 三肉麻 直接上來硬砍村民 這裡還有大量長槍兵 唉唷 長槍兵要送了 三隻長槍兵就來喔 直接擺給 唉呀 三隻刺頭 沒有 隊友了 咕咕咕咕咕的 三隻刺頭衝鋒 但是法蘭克這邊已經到了城堡時代喔 而且這個免費的 20%的騎兵血量加成的關係喔 所以騎士已經有這個血統的 同等值的一個價值在 所以這邊目前喔 騎士開打的話 立陶宛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不然會被法蘭克這個血量給壓制住喔 畢竟只有100滴血 好 那一到城堡時代 再趕快下修道院喔 立陶宛這邊可能要趕快也要去撿一下遺跡喔 不然這個生物不趕快撿喔 這個騎士的傷害喔 就是這樣子 上限不再提高了 會很慘 好 騎士上來直接硬砍村民 但是不理對手的騎士跟長槍兵可能會很傷喔 好 三隻刺頭還在繞 想要找個地方打 生物 OK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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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直接被抓掉一村 直接被抓掉一村 沒了 車門該不起來 OK 那立陶宛這邊 看起來有點尷尬囉 自己死了四村 欸 四村咧 哇 他死那麼多村喔 好 騎士法蘭克 這邊再度阻撓對手的一個進攻 好 跑速一點下了 這邊可以開始追到立陶宛的起運 那立陶宛這邊經濟有點慘 這時候點輪走喔 那法蘭克早就已經點了 但是這裡二級伐木沒有點 但是法蘭克二級伐木二級 農田引進油浪 二級都是蠻綠喔 但是 經濟上來說 還是比立陶宛好上蠻多的喔 這裡有點 經濟失調啊 那黃金怎麼挖得有點多啊 800多黃金 這個黃金量是可以上帝王時代的 啊 刺猴直接突襲老頭 哎呀 老頭直接被砍爆 一隻 第二隻沒有直接去砍 哇 已經可惜了 如果直接去砍的話 可能我會被這旁邊的騎士給收掉 好 更多騎士走出來 哇 厲害 這裡可能要被中創喔 這裡完全沒有防守 有沒有TC 這裡可能要直接被突個擊村 跑不掉了 哇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村 沒問題 哎呀 痛很痛 哇 立陶宛這裡被燒到有點慘喔 這兩隻刺頭居然還可以繼續打 那這邊刺頭升級到清洗病喔 傷害有點...有點痛了 好 烈提斯直接出來防守 無視防律直接硬戳 好 烈提斯一個打五隻騎士 直接被騎士砍爆 哎呀 很痛 哇 騎士再度砍爆這些村民 這些村民死傷慘重 哇 金礦的村民太多了 經濟直接失調 但卡套這邊法蘭克 經濟還算不錯 還有八村 但這邊也防守 但防守的比立陶宛好一點 那也要準備開下自己的5TC了 卡套5TC 立陶宛這邊4TC 那以機的部分 立陶宛也在努力的 去尋找自己的生物 5TC立開這個位置 哎 這邊要前置城堡 的意思嗎 哦 拉了很多村 十一村 但可能有點不太夠 十一村 十一村有點風險 他赤頭直接抓包 哎 你怎麼有一堆村民躲出來 那這時候法蘭克應該會叫大量騎士 直接過來 阻止對手 應該急一點 我直接插這了 那家裡看起來 赤頭已經被解掉了 下面這一堆騎士也賺夠了 炸了十一村的凡安克 直接一個對保 凡安克城堡很便宜 對手直接放棄 蓋在他臉上了 碰這個金跟這個TC 這邊有大量的村民直接被砍爆 完蛋 村民死傷很慘 怎麼列提斯打不贏騎士啊 這個畫面怎麼有點怪怪的 列提斯沒有品種 差很多欸 哇 這邊有品種 血量真的差很多 雖然可以無視防禦率 直接除 直接 統包對方的鎧甲 哇 這邊川民直接被砍光了 哇 凡安克這邊已經殺了二十七村 現在是八七村 對上一百一一村 卡套這邊的經濟運轉很好 立陶宛這邊經濟已經快要崩了 越打越差越大了 這個騎士 等一下看一下 OK 又砍掉了一隻 那 巴蘭科現在目前是兩個聖物 那立陶宛這邊目前看起來是只有一個聖物而已 生物拿到的數量會有點少 攻擊幾加一啊 這裡還有一個聖物 哇 也在法蘭克的領地上 那這邊看起來立陶宛 攻擊力會有點慘喔 好 換法蘭克這邊直接 就來插大噴寶 直接殺入對手的一個重地 那裡面放兩隻羊 好 這邊直接打開戰 烈提斯死傷慘重 這裡還有我身體都想直接反擊 直接烈提斯也被招走 哇 烈提斯好像用處不大 怎麼被法蘭克的騎士壓著打 雖然法蘭克現在騎士是用數量碾壓對手 並不是用機體去碾壓對手 數量真的也是蠻重要的 還有這個品種 好 聖寶直接蓋下去 看這邊直接對寶應該可以趁一陣子 好 畢提斯真的想辦法 去想要重傷法蘭克 但法蘭克到處都有城堡 而且都有騎士在防守 反倒是吸托這邊喔 家裡並沒有太多的騎士在防 只要騎士繞到他們家經濟處 哇 就開始有點被騷擾到 直接 唉唷 老頭直接被射掉 沒了 沒了 哇 這邊打出一個洞 用自爆 兵直接炸出一個洞來 然後直接殺進去 這一波進攻 地陶宛村民處又在持續下降 村民已經剩86村 但是塔套這邊村民處131村 村民處差距越大50村左右了 那法蘭克這邊防禦做得很好 該圍的都有圍 而且沒有圍地方都有城堡對防守 這邊能打到的東西有限 而且還可以第一時間去獄警喔 欸 法蘭克殺過來了 那這邊塔套 還在空空間的情況了 看到是烈提斯這邊雖然上套帝王時代 但是經濟喔 完全不夠去升精銳喔 三級防也沒點下 二級攻也沒有 烈提斯能再繼續輸出嗎 烈提斯傷害輸出還是不錯的 但是這樣要起來才可以 像他這樣一直送的話可能 會送光的 好 這邊直接硬拆TC 欸 這一波突然找到塔套這邊的一個 空... 空隙阿 這裡居然沒有騎士在防守 騎士都想要拍到下面這個前線喔 直接馬爆一波 砍爆下方的TC 讓這邊金礦跟石頭沒得繞 好 但是巨型頭司機已經在開閘了 當然可以順利收掉 但是嘉莉這邊太多騎士了 修道運氣被砍爆 這樣烈提斯的傷害就會-1了 好 烈提斯傷害直接變成... 欸 直接點下金銳了 他直接點... 他直接點... 他點下來太有肉了 好 金銳烈提斯點下之後 攻擊力是16攻 非常高 好 痾...血量喔 只有150C喔 但是天少一點的 但是沒有關係喔 其實騎兵單位 重要是他的無視防護的能力喔 都不差血量 這邊要硬說雖然傷害很高 但是只要被圍毆的話 烈提斯也是有點承受不住 好過 法安克又再次守住了 OK 重中騎士升級好 炎頭C還在輸出 烈提斯想要過來抽叉 但是這不有城堡 想要排骨出來 卡出個洞了 那機器會拆嗎? 很不拆呢 目前立陶宛的村民術只有105分 有點偏少 好 法安克 其實 很穩定啊 數量一直沒有低於30隻左右的感覺 整場都有30隻左右 在地圖上跑來跑去 哇 這個立陶宛的壓力真的蠻大的 經濟實在太好了 立陶宛這邊 城堡時代有一段時間 黃金挖太多 導致他那個調節上有點問題 好 這邊要直接爆TC嗎 直接集結騎兵 騎士集結 近拆TC 三級綁要好了 三級綁好了之後 要來存一下肉嗎 來點一下這個遊俠 36隻騎士 好這邊加上騎士 還有巨型火石機的一個組字 再來上面守司城堡 完蛋立陶宛後方農田 毫無防禦之力 烈提斯上來硬搓搓的完嗎 烈提斯雖然有一次防禦的能力 但是三級馬卡還沒有好 攻擊一二攻也沒點下 這樣打下去可能有點慘 因為這邊重裝騎士攻擊都三攻三防 商量還是不錯的 哇 騎士精神已經點下了 遊俠 來了 好 這邊很明顯 遊俠 重裝騎士的血量5000多 烈提斯只有3000而已 好厲害喔 這一波騎士衝鋒下去的話 感覺兇多吉少 烈提斯 生物一個都沒有 16加2 哇 這烈提斯的傷害太強 好 直接開始對撞 5000D對3000D 血量掉得很快 現在法安克的血量也掉 等著列提斯後面這邊沒有後援 但法安克後面的騎士又要補了過來 左邊的騎士直接後援變成遊俠之後開打 吸托打錯了 哇這個很絕望 後面這一坨騎士過來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哇這個後勤資源 很即死啊 前面在這一波開戰 感覺好像快輸了 但沒想到後面又來一波 突然逆轉勝那種感覺 雖然我也覺得這波不太會輸 畢竟也變成遊俠 遊俠的話攻擊就有18攻了 那也是蠻痛的 重點是血量還有192 那這樣子的烈提斯 就要快要多打了一下 才可以再多戳死這個遊俠 這就對烈提斯蠻傷的 好那來看一下 哇這邊遊俠出了103隻 吸托出了61隻 經濟上來看真的是差距蠻大的 我們直接看經濟就好 經濟部分是塔塔 這邊的經濟全面的壓制 黃金也是 挖刀超多的 多了7000多黃金 整體這個經濟 贏的一面很多 雖然生時代升得有點晚 不像立陶宛這邊 準時上城堡時代 但自己也是穩扎穩打了 把這個輪軸點下去 經濟把它直接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就把它起飛了 這個輪軸在這邊點了 很早就點了 這段時間就開始有差距出來 這應該算是法蘭克的一個 勝利的關鍵之意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最後一跟我們分享一下 看看 我們不想升 一邊到這裡 然後 我們有好玩